这个虫子昨天晚上收起来 我们要保持到新鲜度 一个适量的加一点冰水 放在空调房里面 这位正在研究核虫的是 潘渝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高级农艺师程太辉 从事水稻育种工作23年了 他在水稻育苗过程中 发现单一种植水稻收益低 机缘巧合下 他接触了水稻加核虫 绿色高效种氧模式 因核虫喜居于稻田中 与水稻有天然的共生关系 腐烂的稻根和精叶 可为核虫提供营养 水稻根系及中空的精 可为核虫输送氧气 然后前面两年 我们就接触到核虫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的潘渝 本来就是一个 历史上就是一个产核虫的地方 核虫就喜居在我们的东南原海 这些滩土 稻田里面 然后我们接触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就决心把它引过来 然后让这个核虫跟水稻 共生这个项目 培育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刚开始经验不足 成太辉并不清楚 核虫捕获的最佳时机 只能通宵达旦地在田间观察 通过多次摸索 他总结出培育的好方法 后来我们就也有 晚上十点多钟排水 晚上三点多钟排水 一般排水收虫子要两个多小时 所以有个时候是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的进水出水 我们就改为下午白天就进水 就不用晚上进水了 然后呢就相对于说那个技术上就处理得好一点 成太辉介绍经过推广试验 该模式母产核虫200斤 母均利润可达1万元以上 同时采用水稻加核虫绿色高效重氧模式 通过增加有机肥用量 可基本不使用化肥农药 提升稻米品质 实现一田双收 水稻加核虫呢 就是能够让农民征收 就是产生更加好的经济效益 然后呢就是有还有社会效益 因为它是少是农药 少是化肥 还有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项目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 为我们的农民这个致富 接下来成太辉和他的团队将大力推广 高端思苗香道加核虫种氧模式 做好核虫成熟收获捕获技术的探索 扩大种植规模 助力乡村振兴